谢谢观众,哈德克斯坦的土地资源十分丰富,土壤气候条件能够生长隔离温带作物,适用于农业畜牧业发展,哈德克斯坦学者指出,哈德克斯坦共和国每一个居民拥有13公顷的农业用地,其中2公顷各为工地,俄罗斯为0.8公顷,美国为0.54公顷,日本为0.03公顷, 哈德克斯坦的国有土地面积约合2.7亿公顷,独立初期可用于农业的耕地有2.2亿公顷,这中间包括3190万公顷的耕替,10万公顷多年生植物用地,250万公顷输荒地,510万公顷草草,1.8亿公顷牧场,哈德克斯坦森林面积不大,这是哈德克斯坦建筑园的弱项, 因此哈德克斯坦需要从外国,从俄罗斯进口牧材,哈德克斯坦拥有土地储备2820万公顷,越转国土面积的10%,多数为农业无法利用的土地。 哈德克斯坦牧场面积很大,75%,属于荒漠和棒荒漠牧场,夏季牧场占35%,春秋,春夏季牧场占40%,常年牧场14%,天然牧场很少, 只剩3%,人工播种的草场,约占600万公顷,哈德克斯坦气候支配不同,哈德克斯坦土壤类型也不同,大地上自南向北可分为自森林草原带,草原带半荒漠带和荒漠带, 除北部哈德克斯坦地区有面积不太好的灰色市森林土之外,森林草原地带主要是黑土,包括科斯坦奈州,北哈州,阿克托别州,巴布洛达尔州。 感谢观众,两句话,这个是他。